然后我们先在头顶的中间 这个里面取出一句头发 然后给它用皮肩绑好 绑好了 现在绑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来给它 来一个内套 内套 就是从上往下去 逃不要从下往上逃 套完了之后 我们把这儿给它拉拉紧 拉紧之后 把这个头发一皮两半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先放一个小发卡 先给它固定一下 免得它老跑 然后这边头发 我们把它抓起来 抓起来 然后我们从这儿 取出一句头发 一小语 然后我们跟它 互拧一下 每一个梁滚扭 然后我们再把它向下转 然后我们继续 这里 上面头发我们向下转 然后给它去拧 好说我给它去强一下 来 继续 就是反复的动作 就同一个动作 我们就反复的去做 一直把它拧到什么位置呢 拧到我们的耳朵的上方 就可以了 看一下我们拧好之后 就这样的 这里的重点又来了 这个之前有教过大家 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上面头发 我们给它封上去 然后我们从这下面 我们给它取出一句头发 来 这个一转它松了 松了 然后我们给它转紧了 然后跟这一履 我们给它扎到一块 来 我们给它插到一起 扎 扎好了以后 我们给它拿一个回手头 回手头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它再加贴头皮 不会到处炸 OK 然后你现在的话 我们把上面的头发给它放下来 就把这个给它盖住了 就是藏在里面了 非常好看 OK 这边也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批尖发 就是你披着出去 出门 好看 然后如果说你头发少的 宝宝一定要去学这个 两边的话 它给撑起来 就显得整个脸都特别圆 但是虽然说我的脸很圆 我也不讨厌 那我们给它插一个小装饰 太好看了 但是你们就不要去插了 插了一点 给你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 对象